中国女排正面临巨大的挑战,随着巴黎奥运的临近,阵容调整成为当务之急。 尽管联赛中出色的表现,让一些年轻球员脱颖而出,但争夺奥运名额的关键时刻,主教练蔡斌的用人导向,却引发了外界的争议。 在主攻位置上,李盈盈稳坐绝对核心的位置,但另一个主攻位置的竞争却异常激烈。 在意大利联赛中展露头角的朱婷,以及国内联赛表现突出的张长宁、仲慧、王云露、谬一文、吴梦杰等六名主攻球员,形成了六选三的局面。 这不仅为蔡斌提供了更多选择的余地,同时也让球迷对未来的主攻组合充满期待。 蔡斌的用人思路却受到外界质疑,他更倾向于重用老将,这在本赛季老将逐渐回暖的情况下, 引发了更多的争议,尤其是在球队整体实力反映在联赛名次上, 以及女排联赛最后的冠军悬念未揭晓的情况下, 蔡斌是否应该更多的给予年轻球员机会成为备选,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? 李盈盈作为中国女排的绝对核心,无疑在球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她在联赛和试剧杯的表现优异,但另一个主攻位置上的人员不确定性, 导致李盈盈在进攻端缺少理想的搭档,这也成为中国女排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。 在阵容调整的过程中,女排将进行集训,教练组将对以上表现出色的球员进行考察, 最终留在国家队的决定,仍然取决于蔡斌的用人导向, 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蔡斌是否应该更加注重年轻球员的讨论。 女排联赛即将结束,冠军悬念仍未揭晓,球队整体实力在名次上有所反应, 老将的发挥逐渐回暖,也影响了蔡斌的用人导向。 外界纷纷关注这个时刻,蔡斌是否应该调整用人思路, 给予年轻球员更多机会。 中国女排正面临着阵容调整的紧迫性,特别是在巴黎奥运的关键时刻, 主攻位置的竞争激烈、集训和考察,成为选手们展示实力的舞台。 蔡斌的用人导向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争议, 球队整体实力也在联赛名次中得到体现。 随着女排联赛的收官,中国女排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未知数, 而蔡斌的用人决策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。 在这个时刻,中国女排需要的不仅是实力的展示, 更需要一场关于新老交替的思考和选择的辩论。